現在您切換成老師的話 那這個白板以前我們都在這裡用嘛 對不對 現在就換到電腦上用 所以不管你走到哪裡 都有一個上課的教室白板可以用 那它總共有三種上課的模式 三種上課模式 第一個您打開之後 它其實就是一個白色的 但是其實說真的 老實說 我們畢竟還是用電腦螢幕 你用白色的 會眼睛 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你看我把它變成這個 那這個怎麼變 我們先看一下 在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左下角這個背景 你把它按一下 你看我可以變這種黑板 我就所有頁面變一下 對不對 我也可以單色的 在這裡 單一顏色 像老師現在就是這個白色的 有沒有感覺用白色跟我剛剛用圖片 真的不大一樣 對不對 像我的是有在這邊 那 這個是 你也可以自己上傳你要的圖片 所以我這邊 我先把它切到 比較暗一點的顏色 這樣是墨綠色的 也可以 然後呢 如果老師有需要格子狀 有些時候 你要對齊的時候 這個可以打開 這裡可以打開 好 這是第一個背景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中間這裡 您預設的話呢 會在中間這邊 有看到 它有兩個工具列 一個是不是在這裡 一個是不是在這裡 這兩個都是 那我們先看 中間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支筆了 預設是不是這三種顏色 您可以從上面挑 它所有的工具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當我預設的 點它一下 它有基本的功能 會跑出來 那麼 像這支筆 我點一下 是不是基本功能 你再按一次 有沒有完整功能 跑出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 有沒有用過一個 AI筆 也在這邊 所以如果您想要畫個3 有沒有 左手邊 點到 把它拿來外面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這樣就有一個了 所以如果不要的 當然您可以把它清掉 這裡就可以關掉 這叫智慧筆 那像這個 我在這邊 這支筆 點下去 不要用的我就切回來 看你要什麼顏色的 你就可以自己在這邊去選擇 只是一般如果您是用白板 大概就是這三種顏色 這三種顏色 那麼 今天你畫出來之後 比如說 我們跟同學講一下 你在這邊 留意一下 好 那你要選擇它 有沒有這個工具 選取的工具 點到它 每一個都是可以移動的 像這樣點到它 那您如果要一起移動 您可以把它框選起來 有沒有這樣選到 就可以一起移動 選到 一起移動 那就看您 好 那這個顏色你要換點到它 是不是這裡有不同的顏色 您可以自行選擇 我想要用綠色的 像綠色的可能會比較暗一點 好這是甜色 然後外框也有外框的顏色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您可以在上面直接做 做書寫的動作 點到它 書寫的動作 像這樣子 對不對 好 好 那下面這裡 也有一些基本的形狀 點到它是這三個 點下去有沒有更多 所以如果說您可能需要一些 這個表格 或是像這樣 需要一個箭頭啦 還是說你要做指標的 這樣一畫肯定就會有 那您就可以切換到您的筆 來做 我們在這邊 做什麼樣的一個說明 這樣OK嗎 好 所以基本的白板像這樣使用 但是 我不知道老師或同學 平常看老師上課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老師白板不夠用 不夠用的時候會做什麼事情 擦掉擦掉擦掉 對不對 老師這樣很可惜 你知道嗎 為什麼 這都是你辛苦留下來的 怎麼辦 我們 買YouGo 就 兩個解決方案 第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是第一頁 所以如果頁數不夠 可以來這邊增加第二頁 按一下 有沒有進入第二頁了 第一頁在哪裡呢 點到它 有沒有在這裡 所以您的教學的資料 不用擦掉 留下來 因為可能您在下課前 可不可以做複習 甚至下次上課的時候 您把這個檔案存下來 下次可不可以再做複習 也可以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那我們在下面這邊 您可以來這裡做頁面的管理 從這邊增加也可以 再增加 那如果不要就從這裡刪掉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好 這是第一種方法 就是您透過多頁的方式 第二種方法 它其實 myviewport裡面 每一個頁面都是無限大 什麼意思呢 你看我先用第一頁來講 我第一頁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呢先把這裡關掉 如果您覺得 欸這樣我空間不夠了 怎麼辦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手 好吧 你拿到旁邊一點 這裡可不可以變成第二頁 然後我們再拿旁邊一點 這裡第三頁 這樣有沒有簡單 那麼我全部弄完了 您可以再按一下 因為剛剛按它 是移動而已 你再點一下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這工具都有基本的 再點一下就有第二個 完整的 有沒有跑出來 整頁是不是都看到 你要看哪邊 欸同學我們剛剛講到這裡 接下來是不是講這裡 接下來又講這裡 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很完整 所以 老師呢 不管您是有多個頁面 還是單一個頁面 都可以很完整的去把您的教學 那種資料呈現出來 這樣使用上 您應該就會覺得比較方便 好 所以您可以先試看看 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個進來了之後 背景 可以自己替換一下 第二個 這個筆啦 選舉的工具 你今天只要框起來 您就可以看哪邊 要框哪邊 就是完整框到的 就會被選到 那如果說您真的不要了 欸我用這個 除了這樣慢慢刪以外 你可以怎麼樣 點到它 有沒有可以用圈的 也可以整頁全部刪掉 清空都可以 如果用圈的 這一個 字 好 字不要 圈起來 有沒有就參加了 所有物件都可以再怎麼樣 重新編輯 這樣有沒有比我們白板上 來得容易一點 其實 老師您知道嗎 現在的國小 國中 比我們幸福 因為大專業校的設備 已經不如國小 哈哈 因為在國小裡面 他們都有一個大屏 就是大的電視是砍在黑板裡面 那老師就不用像我們在電腦上 用滑鼠去操作 他是在這邊這樣直接操作的 那在這裡操作 等同在電腦上操作 這樣你了解 所以這套軟體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什麼 就是那個國中小 他們在用 您可以先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先把我們剛剛講的 背景啊 好 那幾個像這個筆的工具 增加頁面的工具 刪除的工具 你可以先試看看 等一下我們再跟老師分享 如果您平常用簡報 那怎麼去整合到這裡面來 只會發現 我們怎麼看 非常適合 很悶 對 往直支 在這個